诶 长哥 请问骨退化可以吃什么有帮助呢? Cindy这样问 这些问题长期都不断收到的了 万千个人会问 什么什么吃什么有帮助 长哥答案就是 吃什么都没有帮助的 除非你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呢? 如果你问营养师 如果我是营养师 如果我是中医师 如果我是甚至细医 细医度很少营养学的 你记得 我就回答你 骨是钙 维他命C 维他命D 你去曬太阳 多吃些有钙的东西就可以了 或者是以形补形 又煲了猪骨汤 如果是可以的 不用问 不用常常有人问 我会这样看 如果你有上长哥的课 你有看长哥的书 你有留意长哥的录影和电台的节目 你会知道长哥是会讲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 这个生理的层次 物理的层次 物质的层次 表面上是真的 不够钙 你的骨就退化 不够运动 你的骨就退化 但是完全没有解决到问题 没有问到的问题 所以才说要吃些什么 吃些什么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所有病都是心病 是心的问题 为什么你的骨会退化呢 为什么不是脑退化 为什么不是腸胃退化 为什么不是心脏退化 是骨退化呢 这个就是心医的课题 心医告诉我们 骨退化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 我们的心出问题就是说 阿姐 你的生命出了问题 做人不是这样的 骨头要做什么 骨头有两个功能 可能有很多功能 但是我这么粗浅的理解 骨头有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撑起你整个身体 你的骨断了 你的骨脆了 你的身体就倒掉 是不是 第二 骨就是要来做血的 骨退化就是它不想做血 不想做血就是想你死 血液就是要来救我们的命 血液是要来不断地 这样输送我们的氧气 很需要的氧气去全身那里 血液运行少了 交不了货 我们就死得了 我们就全人衰退了 所以 骨退化是因为 骨不想做这么多血 身体不想我骨做这么多血 骨退化是因为身体不想 撑起 我们活得太痛苦 我们活得太累 我们被人租资得太惨 我们再无斗志无动力 所以这些骨才会退化 你再吃多少营养补品下去 维他命C 太太 什么都好 等于身体会接受的 吸收的 所以 龟筋究底 素本尋缘 我们要问回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骨会退化呢 长哥的答案就是你的身体想死 我们的身体想死 你有收听长哥的节目 你就知道 我们要舒服身体 阿姐 告诉身体 陪我玩多一会儿 我不想死 生命很刺激 生命很封城 生命很好玩 如果Cindy 你能够令到你 自己真心觉得生命好玩 如果Cindy 你能够告诉身体 我很想玩下去 麻烦你忍多一会儿 虽然很辛苦 但是不用苦的 很辛努 这样 身体就会改变想法 不要忘记了 我们每一个意念 我们想到什么呢 全身几十兆细胞 我马上反映收到的 不需要一秒钟 他们已经在做事了 所以你问我 那你问第二个 他就教你怎么补丐 你问长哥就是说 补心 要变心 改变我们人生的态度 知道自己生命的方向 使命 目标 什么令到我们生命真正大圆满 觉得好玩 觉得刺激 这样呢 All healing is self healing 是这么简单的 身体就会搞定自己 它自然就会搞定骨头 骨头自然 身体就会收到足够的养分 可以不用退化 什么都可以逆转的 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的 只要你信 只要你意识水平够高 只要你整天开心兴奋 你整天觉得 这个世界需要我 那你的健康一定没事 你的身体会搞定 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的骨头 信不信 希望刚才我讲的那些 就是你有价值 你收到生命就不同了 这个就是你生命转变 一个关键 Sindy 多谢你联络唱歌 好开心我们有机会 一起谈 如果大家觉得 从我讲这些东西 是有意思的有价值的 亿到人的 传开去吧 加入我的YouTube频道 做subscriber 在Facebook多点跟我联络 做我的follow 多谢你收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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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